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嚴重的意外 韓國網紅宋讚揚在臉書上發文分析了 他說因為離泰院有很多是脅迫 前面有人跌倒 但是後面的人不知情 繼續的往前推緊 才會釀成可怕的悲劇 對於萬傳說 可能在現場有人發放毒糖果惹禍 宋讚揚認為說不無可能 但是這兩件事情是要來分開談的 而另外一名南韓網紅于靜 他當時人就在現場 他說聽到有人大喊說往前推 也有目擊者表示 看到了五六個喝醉男生故意推擠 恐慌也是造成意外的原因之一 巷洞內腕頭竄動 密密麻麻全是來過萬聖節的人潮 位在南韓首爾的離泰院 本來就是年輕人和外國觀光客的 開趴聖地 卻在萬聖節當天一次湧入十萬人 結果發生嚴重踩踏意外 南韓網紅宋讚揚在臉書發文 感嘆繁華的首爾大街上 竟然有這麼多人被活活壓死 他也分析其中原因 從地形上看 離泰院有很多斜坡 下坡處有人跌倒 後方的人也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繼續往前推 結果導致手扶踢效應 一個堆兩個 兩個堆四個不斷層層堆疊 也有人說是當地有名人出現才導致推擠 另一名南韓網紅瑜伽當時仍就在現場 他驚恐拿起手機拍下畫面 不只寸步難行還聽到後方有人大喊 就往前推我力氣大推得贏 場面一片混亂 現場更有目擊者看到五六個喝醉的外國男生 混進人群內故意推擠 恐怕也是釀貨主因 而對於輿論導向 說是有人在現場發放毒糖果 網紅松在陽認為這應該是謠言 雖然不可能 但兩件事應該分開談 根據統計踩踏意外造成的死傷 大多是二十多歲的女孩子 年紀最小的受害者僅僅十六歲 發生這樣的意外 許多人不禁聯想到 二十九年前的香港正在舉辦跨年活動 卻在南桂坊發生踩踏意外 造成二十一人不幸允命 而南桂坊同樣屬於馬路小上下坡的地形 如今類似悲劇重演規模更嚴重 也警醒是人參加大型活動時 一定要格外留意自身安全 記者林先生是宏偉才 南韓報道 在意外發生之後 我們實際採訪到人在韓國留學的台灣人 他說整體事故非常的驚悚 在第一時間收到了韓國政府的市警簡訊 要大家暫時不要前往離太遠 女模安琪在二十九號晚上也在現場 趕緊發文上粉絲報平安 他說當時現場就好像是災難片一樣 整條道路擠滿人潮如沙 女般水蟹不通塞到看不見空隙 南韓首爾離太院二十九號晚間 踩踏事故引發全世界關注 實際問到韓國首爾留學的台灣人 他們說想到事故現場就在附近就心有餘悸 昨天大概十點的時候陸續手機就有開始 接到政府的手機警報 說離太院那邊有發生事故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可怕的啦 韓國官方訊息警示民眾內容寫著 現在離太院發生緊急事故 請大家現在先不要前往離太院 韓國的萬聖節相關活動也陸續取消 至於韓國這邊當地的氣氛 我覺得好像還蠻嚴重的在看待這件事情的 好像比較沒有什麼譴責受害者的聲音 另外女魔安琪也PO出一系列 離太院萬聖節活動的影片和照片 讓不少粉絲擔心她的安危 30號她特地發文報平安 還原現場狀況 她說現場超多人 她先到咖啡店上廁所 從頂樓往下看 卻看到好多人被抬出來 在地上CPR 畫面驚悚 宛如災難片 一開始還誤以為是餐廳一氧化碳外泄 造成的災害 現在只能祈禱死傷人不要再上身 至於是否有台灣民眾 在這次事故中受傷 外交部表示 目前證實沒有台灣籍遊客留學生 或僑民受傷的消息 同時奉蔡英文總統的指示 已經代表我國政府與人民 向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表達對受難者的家屬 以及韓國政府與人民的 誠摯哀悼及慰問 記者綜合報導 南韓首爾迪泰院 在昨天晚上爆發了嚴重的死傷 慘劇引發了各界關注 而面對台灣即將到來的跨年晚會 人潮要怎麼樣疏導 做好人流管制 才能避免類似的意外發生 對此呢 台北市消防局小隊長就提醒了 民眾到人潮擁擠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靜 留意逃生出入口 更提供了簡單自保的方式 帶您一起來看看 來 慢慢走 不要推 不要急喔 台北新一區跨年人潮急急急 許多人一定忘不了這樣的 誇張景象 再加上疫情趨緩 今年可能人數更多 南韓離泰院意外 讓大家不得不警惕 到了人潮擁擠的地方 如果又發生推擠 自保很重要 第一時間一定要保持冷靜 千萬不要推擠 更要注意避免跌倒 最重要的是還要先保護自己的頭部 頸椎以及胸腔 此外還可以稍微壓低身體重心 用弓箭布的方式 加上手部或是使用身上的包包 來阻擋人群 盡量拉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才不至於過度擠壓 造成呼吸困難 其實跨年當天警方都會出動防踩踏小組 在市府周圍用舉牌 以及用大聲攻的方式提醒 疏導民眾離場 就是怕發生意外 雖然心意商圈相較於南韓 離泰院空曠許多 發生嚴重推擠或踩踏的機率不高 但最重要的還是要透過預防 才能降低災害發生 接著劉距林 杨文豪 台北報導 而昨天晚上的這一場萬聖節活動 是南韓解封之後的第一場萬聖節party 其實早在疫情之前 離泰院的萬聖節派對就相當有名 作為首爾夜生活的中心 酒吧 夜店 林立 除了當地人愛趣之外 外國的觀光客也搶著朝聖 旅遊專家表示 由於離泰院靠近了美軍龍山基地 富含著濃厚的異國風情 再加上是知名韓劇的拍攝地點 在最近這幾年廣受遊客的歡迎 南韓首爾知名商圈梨泰院 萬聖節人潮急爆場景 其實不是第一回 新冠疫情前2019年 萬聖節湧入超過10萬人 變裝狂歡 除了特定節日 近年來梨泰院也逐漸發展成 首爾夜生活中心 5月12點 年輕人的夜晚才剛開始 除了首爾當地人愛趣 觀光客也搶著朝聖 因為靠近美軍龍山基地 本來就有蠻多的異國餐廳 夜店啦 還有很多有錢人豪宅也在這裡 有一點接近台北的天母 但是有地鐵站直達 所以這個外國遊客非常多 白天夜晚一樣熱鬧 街道上各式招牌伶俐 梨泰院國際美食街 座友來自37國 大約300家異國料理餐廳 富有濃厚異國風情 當然也是觀光購物好去處 遊客快門按不停 管個彎處處都是打卡點 梨泰院可愛蜿蜒巷弄 也是特色之一 如今狹窄街道 成了29號萬聖街派對 發生大規模推及死傷意外的原因之一 還是令人難以置信 這是綜合報導